欢乐之城 王妃和陶晶莹聚首 同一款发型 颜值却差了一大截在娱乐圈流传着一句话 撞衫不可怕 谁丑谁尴尬 同样的衣服和发型 在不同的人身上效果可能截然不同 近日王妃和陶晶莹一起参加 欢乐之城意外撞发型 同样的年龄 同样的发型 两人的颜值却差了一大截 欢乐之城是湖南卫视 推出的一档全新节目 采取嘉宾提供素材 导演拍片的方式 让嘉宾现场进行唱 是一种全新的尝试 本期的嘉宾中 肖敬腾一人分饰两脚 以精湛的演技征服了观众和嘉宾 加上隐正对经典港片的重温 更点燃了现场的气氛 但是大家的眼光 却被之后播出的预告片吸引了 预告片中 陶晶莹受邀来到了节目 穿着紫色衬衫 得她和王妃扎了同款发型 两人都是彭峰的鞋马尾 站在一起 颜值却差了一大截 王妃年轻时候 就是娱乐圈公认的大美人 颜值和气质一直在现 虽然今年已经四十多岁了 却依然美貌依旧 和谢霆锋之间 那爱情更是让网友好奇不已 能把谢霆锋迷得神魂颠倒 本身就是对她颜值最好的证明 陶晶莹和王妃同是1969年出生 是一名优秀的主持人 歌手 演员 同时她还是一名作家和网站编辑 多才多艺的 她在2005年 和老公李李仁结婚后 将重心放在了家庭上面 2007年 陶晶莹凭借主持超级星光大道 获得了金钟奖 最佳总议节目主持人奖 不可否认的是 陶晶莹的主持功底真的很好 除了陶晶莹的到来之外 斗晶莹也来参加了 《欢乐之城》的录制 还直言说 妈妈让我来的 看到母女两人首次同台的观众 也表示十分期待 斗晶莹的唱功一直都十分优秀 希望在这次的唱演中 斗晶莹也能有出色的表现 《欢乐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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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乐之城》